宝宝护理 6月0以内的宝宝错误的喂养方式 喂养是否得当 直接影响到宝宝的生长发育与身体健康 1到6月0的宝宝有哪些喂养物区呢 1.过早添加腐蚀 宝宝4个月大消化系统才准备好消化古物 所以最早也要等宝宝4月0才添加腐蚀 否则宝宝消化功能发育不成熟 容易引起过敏消化不良等问题 其实母乳能满足6月0的宝宝所需的营养和能量 提倡母乳喂养到宝宝6个月 2.添加腐蚀首选蛋黄 蛋黄虽然含铁量高 但吸收率却极低 仅为3% 加上蛋黄是易导致宝宝过敏的食物之一 并不建议宝腐蚀添加首选蛋黄 目前世界上比较公认的观点是 首选强化铁营养素的骨类食物 例如强化铁的婴儿米粉 在确保负铁腐蚀添加后 就可以尝试蛋黄了 指望蛋黄给宝宝补铁是不限时的 3.不要额外补钙 不管是纯母乳还是配方奶喂养的宝宝 只要宝宝奶量正常 生长发育正常 就不需要额外补钙 晒太阳不是因为宝宝缺钙 补钙和补维生素D不是一回事 人体对钙的吸收受维生素D的影响 但母乳中维生素D的含量较低 晒太阳是最简单的补维生素D的方法 但是时间和方式不对 亦导致宝宝晒伤 所以建议咨询儿科医生 通过维生素D剂直接补充 然后介绍咨询换 前面 后维生物 前面 我开心 前面 前面